我们接下来呢 更想的是说 要一些行业来去讲相关的内容 第一位嘉宾呢 是我的很好的一位朋友 就是于黎明老师 相信如果有些南区的一些小伙伴呢 玩渣娃的话呢 有很多人阅读过他的文章 或者是阅读过他的论坛上面的一些帖子 那我这次呢 我邀请他了 他说他很忙 我知道他非常非常的忙 那但是呢 我是感觉得到就是 一定不请他呢 我觉得是不行了 因为他有非常多的一些行业的经验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麦交给于黎明老师 让他来去介绍一些 现在Java的一些热点话题 特别是在微服务的这个架构上面 怎么去对这个性能 或者是一些性能化部署能力的一些分析 那接下来我就把麦交给于黎明老师 好了 大家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听到 听到 好 接下来就刚刚其实从早上跟下午的上面的几个主题来讲 我们其实看到了很多就是在Azure上面的我们对Java就是上面的一些开发 然后微卵上面做了很多一些工作 包括IDE的整合 然后开发出来怎么方便开发者去开发应用 然后部署到云上面 然后做一些测试 最后做展现 然后特别是IDE的两个对应那个插件 这个就很方便我们开发者本身在这上面做很多的一些开发 那开发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可以碰到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运维的吧 那运维完之后可能我们也要有很多一些信息 可能需要缓溃给开发 那开发可能要对应做一定的一些修改 那我接下来讲的这个主题就是 我们在越来越多的微服务架构模式下面做了很多云原生的一些开发上之后 我们布了大量的应用 包括版本的迭代更新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通过一个平台 通过某些技术搭建 然后来可观色性的去观察我们服务的运行的一个整个一个状态 那当然我们我这个主题的话可能会稍微比较轻松一点 刚才上面的话我们可能写大量的代码对吧 然后做很多的一些工作 那我在这个上面的话就是把现在的一些状况 然后抛出来一些问题 然后大家去思考来去做一些探讨 然后我对应的后面可能会做一些说 我们现在达到的一些效果是怎么样 是怎么样方便我们运维的 然后怎么样方便我们开发的 那就比较轻松一点 然后今天这个上面做了很多代码开发的 我们就平时我们做做开发运维完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出去玩一玩 我的提倡的这个理念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好好做对吧 代码好好写 运维的时候我们好好做一些对应的监控 然后还馈给开发者 那该玩的时候就玩 这样子的话效率更高 那我所提的这个大纲大概会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做 第一个就是说云原生跟微服务架构这种形式下 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 那现状是怎么样子的 无论是从开发者状态 或者企业本身或者软件公司的状态上面来讲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么多架构下面了 那我们的开发跟运维的复杂度慢慢的提升 那我们怎么去应对 那应对的话就引出来我们第三个话题 就是可观测性的这个平台 来针对我们这么多的应用服务 然后开发的那么多的系统 那我怎么样去做对应的一些观测 或者叫做监控相关的 那之间的一些关系是怎么样子 那后面的话就是针对于这个上面的话 我们做一些技术性的一些探讨 那怎么样去把这些开发运行 运维我们做得更好 承接原来之前我分享的那个话题 我又把这个云原生的提出来 那实际上针对于我们云原生本身 这个概念来讲的话 最后去落地实施下来 我们就是做了很多微服务架构方式的一个应用 对吧 那这些架构定下来往中间的应用之间的话 很多是通过REST的API进行通讯 当然有些我们可能是异步的 通过消息QR之类的 那我们很多这些之间的通讯的话 确定了就是我们各个服务之间 它是相当独立的 对吧 而且这个独立的话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它是很方便的进行部署 很方便的进行迭代更新 我1.1 1.2 2.0 3.0 5.0 对吧 包括这个Donet Call的话 对吧 也从这个1.0开始 现在到6.0的这个版本 对吧 那这个中间的一个迭代的过程 实际上是说微服务架构这种模式下面的话 更方便让我们的应用系统本身不断在迭代升级 然后不断的利用到我们创建好的云平台进行弹性伸缩对吧 然后进行这种不断的迭代弹性伸缩 然后无论你在重启的话 你会影响别人来调你这个对应的这个服务 那这样的一个架构的话 就是更加敏捷更加快速的 我们的业务的不断的一个迭代发展 这个是微服务架构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好处 对吧 那我们去落地下来 这个微服务架构本身的应用来讲的话 实际上就是 我们大量的就通过容器化的部署方式 对吧 然后容器化部署方式 一个是比较快比较敏捷 而且是没有干扰的情况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传统 比如说这个部署方式 也是可以来体现出来 我们的这个版本迭代的更新的过程 但是容器化的快速部署 就是比较快速 一个最佳的一个载体的一个方式 然后包括这个搭建的这个原生的本身平台 上面的话 就是更加方便来我们 部署这个对应的一个应用 然后更新我们的应用 那实际上这整个从架构 从容器化的一个部署上面来出来 引申出来实际上就是我们DevOps的 一个持续交互的过程 我不断的做代码修改 对吧 业务的一个迭代 那迭代完之后 我就可能要让后端的云平台上面 去自动的进行发布广道的一个管理 持续的集成 我做了 然后我要做持续的一个单元测试也好 机身测试也好 对吧 然后最后去提交出来做这个部署 那比如说项目经理 我可能设计了很多一些广道 这个应用部署上去的话 我提交代码 那代码我们直接就可以部署到测试环境 或者是到半生产环境 那有些的话是需要 比如说我设定了这个流程规则 是项目经理 他去审批了 对吧 OK了 然后再上线到某一个测试系统 某一个预生产系统 最后到生产系统 这样的一个流程的一个过程 那无论我们在开发运维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 就少不了这种协作 因为你大量的进行项目的一个变更 大量的代码的修改增加 这样子的话 实际上就为了达到什么 真正我们的代码开发 是应对我们业务的一个变化 对吧 最终我们要实现的是这个 那在我们在不断的发布的一个过程中 不断的交互失去的一个过程中 就是不断的有反馈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我可能版本上去网组 这个版本1.1上到1.2的话 版本可能有问题 那也可能反馈过来 或者是说我1.1的版本到1.2 那这个时候发现 监控发现整个的出错率会比较高 比原来的会高多少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回滚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有平台去做 那你做对应的这个分析网组 你就可以把这些可能出错的一个风险 见到最低 那整个云原生本身的话 就是可能去不断的去总结 或者是不断的推理演变过来的话 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 实际上是不断的大量的服务 但是呢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完整的一个 实际过程当中 不断沉淀下来往左 实际上它效率各方面的话 还是会高一点 虽然给我们带来的这种 开发运维的复杂性是越来越高了 包括我们涉及到的各个组件 是相当多的 那落地实施的步骤 就是从上面来减的话 就是我们整个步骤 还是三个步骤来走 对吧 我们的架构模式定完下来 你融细化的去做这个交互 然后Developer失去了这个 进行不断的迭代的运行 最后是整个数据 或者是说业务系统 在不断迭代过程当中的话 你可能要增加了两个方面 就是我可能以任务体验维中心 或者是说我业务主导维中心 来做整个系统的一个慢慢转变的过程 那这个当中的话 就是我们会看到就是 你有很多是新的系统 你可以基于云原生落地来做 但是你有可能有很多旧的系统 你慢慢可能也去做转变 前面我们刚才看到 就是在讲迁移对吧 我把传统的单体应用 把迁移到这个云上面去跑 就交往上面到这个跑 就通过这个工具来做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涉及到原来传统的应用 单体的应用 然后转到云上面去 然后同时又转为这种服务 这种未服务架构的方式 所以它是一个逐步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当中的过程的话 你实际上就可以逐步的去落地到 这个云平台本身上面的一个发展 那这个情况下 就刚才讲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在做不断的轮期化的 微服务的过程当中 是吧 但实际上我们可能还会存在 就最左边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是比较早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是集中式的一个单体应用 对吧 我们从硬件朝系统 对吧 然后上面搭商业中间件 搭数据库 然后上面就做很多开发的一个应用 然后是单体的应用 对吧 我们可能有时候做代码的改变的话 可能是一发动情生的话 就是我这个改了 上去完之后 导致这个那个都不行了 对吧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中间可能就慢慢去做改变了 可能我做了虚拟机化 对吧 然后做了一些轮期化 慢慢引进来了 作为当地的一个应用 然后当地的这个微服应用 我慢慢就引进来 以这个轮期化 以下轮期化的云平台的方式来做 那后面就是实际上你更多的是一种混合的一个IT架构 就是我既有传统的一些 因为有很多传统的这个应用 你可能转变到这种轮期化上面来 并不是那么方便 你可能就转到虚拟机的方式 对吧 或者是原来就是物理机的方式 比如说我现在为了文库起见 我所有的数据库 还是用传统的这种物理机的方式来做高可用 对吧 然后这个存储没有上到云上面 但是呢 我的应用系统本身 我是在云上面 然后我连接的 所有的缓问的这个数据库资源 我是连接到原来传统的这种架构上面去缓问 但比如说我现在是测试层面上面的话 我可以把一些数据库的 我可以放在容器云上面去跑 这样速度更快 对吧 迭代更快 最后落下来 我真正跑这个业务系统的话 我们还是换在这个传统的这个应用的这个服务器上面去做 然后呢 这个存储就高可用 数据库本身的服务器就高可用 这样的一个架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的就是 我既有传统的这个应用架构方式 又有新的容器云的 或者是虚拟机的这种方式 然后同时还有什么呢 就是我可能这个是自己的数据中心的 我也有这种架构方式 那同时你可能还有一些公益云上的事 比如说你在公益云上面 有很多租了一些服务 或者是调用了一些服务 或者是租了某一些机器 然后在上面搭建 那这个情况下就是构成了 我们现在整体IT在运行上面的话 就一个状态就是这样子的 你本身有数据中心 那数据中心之间有多种的部署方式模式 好了 同时在公益云上又有你的这个资源跟服务 对吧 然后引入进来构建成你的这个混合的IT架构 那这种架构情况下就是 给我们带来的话实际上的运行上面的一些复杂 那有时候我可能说部署了大量的应用 这个应用的话会涉及到很多 我有传统的 然后有自己的容器云的 又调了供应云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做对应的 所有的这些监控更重 就会引出来我们下一个那个话题 也就是我们在开发运维的这个复杂度上面 实际上会不断的去增加了 我们技术平台不断的在发展 我这个力量 我以云计算本身是一个基础的 所有的国外的语言平台 国内的语言平台 对吧 那这里面的话就是大量的 就是我们语言平台上面是提供了各种语言的支撑 我们有Java的 有Donator 购语言的 对吧 还有Passion的这方面 那在微软本身 这就是从去年开始 就是不断的投入更多的一些精力 在这个Java层面上面 包括JDK 对吧 那然后包括这个 Visual Code 扩展那个Java的一个开发 那这个层面上面 实际上有很多的这种社区上面的一些改进 包括商业的 就是说大量投入在Java上面 那为什么会投入Java Java的能力 这个上面来 来这个平台上面来 就刚才我们前面也有讲过 就是Java本身的企业运行的稳定性 对吧 那大量的这个技术 大量的一些框架 我们可以来使用 那随着原来我们传统的开发完之后 技术平台在云上面 不断的去衍生过来之后 我们做虚拟化 做轮机化 不断的演变 那这个过程中的话 其实不断的推动的话 Java本身的一个发展 对吧 框架的发展 然后本身JDK本身的发展 还有一个就是说JDK 现在大家可能都会注意到 我们可能现在用的更多 可能是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版本 或者失去的一个版本 就是比如说Java8 对吧 那后面可能有 因为Java后面之后呢 就是每半年左右 就发一个版本 比如说1117 这样子一个过程 那这个时候 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感觉到 为什么它发展那么快 我们并没有用到 实际上就是JDK本身 在这个革命性发展的过程中的话 比如说原来1.4.2到5.0 那这个跨越的很大的 对吧 那后面比如说 你在5.0之上 比如6.7.8 那这个时候都是一个 小步迭代的一个过程 包括Java11 17 21 这个方面上面的一个版本的话 它实际上并不像原来传统的 就是跳跃性的一个发展 那在这个稳定性版本上面 大家可能都在这个上面 做了很多情况下面的 业务系统的开发 所以现在的版本的话 是不是会在8的这个版本上面 大量的使用 当然逐渐的我们是说 技术在不断的发展 比如说Java 对吧 那JDK的版本不断的 然后J2E Java11 然后Jakara这个11 就是J2E规范也不断的发展 但我们在开发新系统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也是 建议去用新的一些技术 对吧 推动发展 然后新的一些规范 然后去做 包括我们现在有大量的 容器云平台 多极Kubernetes的这种平台 做支援调度 我们也可以去使用 无论是商业的平台 或者开源平台 这两者其实这样 是先互先成的 如果开源跟商业的公司 对吧 那比如说Spring 原来就框架 后来就One More Go Spring跟框架 那大家实际上还会基于 这上面做了大量的开发 因为这个框架给我们的开发 或者运维带来了 大量的好处 对吧 我们就充分地利用这些工具 为我们的开发 给运维提供很好的一个帮助 所以这个是整个技术平台上面 我们可能会去看到 不断的发展 那我们怎么样利用好它 那各个商业的公司 或者是开源的组织 包括我们个人的一些贡献者 实际上都在上面 投入了精力 那为的是 把这些技术发展得更好 然后同时给我们的这种开发 运维提供更好的一个帮助 那这个时候就是微软的这个GDK 我们就是可以直接从在微软的网站上面去下载来使用 当然像我们平时在用的话 比如说多亏运到OpenGDK IBM的OpenG9 然后包括这个微软的GDK 会做一些各自的一些比较 或者是说各自之间可能有些不同 那比如说Apps的这个垃圾回收的参数 做垃圾回收调优的时候 参数会有些不同 那我们可以做一些对比 那我们的性能上面做一些对比 那选择到一个好的一个版本 然后或者是一个极限 然后作为了一个实验的过程 那对于开发者本来讲 那就很方便 随时都可以直接从OpenGDK网站 到微软的网站上面 都可以下载下来 这些对那个GDK的版本来使用 那我们在开发的过程当中的话 刚才也有提到 就是Developes的流程 刚好我这个图也顺便讲一下这个 就是我们开发者可能就是 可以很好的拿到很多这些资源 对吧 那我们在这个资源代码构建之上的话 我们实际上就会构建了一个流程 就刚才说我可能这个代码 构建流程完之后 我在自动化代码提交 那就会做编译触发 那这边一出发的时候 有些我的这个流程是需要 项目经理批的 有些可能是两级一个批准的过程 然后才能去做部署 然后再部署到这个对应的预生产 跟预生产环境上面去 那这个实际上就会让开发者 就是后面因为我们设计好流程完之后 前端我们可能更多就是做 更多的开发来符合我的EO系统 对吧 我现在提供了就是比如说60个的需求过来 那我可能要对1.1的版本做了很多更新 更新完之后我这些代码提交上去 我可能每三个小时 或者是每半天对吧 我可能就中午的时候 试饭的时间可能提交了 出发 然后做很多的所有的一些自动测试 回来下午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对吧 一堆的需要改的或什么之类的 或者跟别的版本上面的一些结合的 通过单元测试 环规回来的是不是有问题 然后我做哪些修改 对吧 那就是开发的时候 你可以专注在开发 那后面的自动编译测试 这整个后面的一个流程的话 就可以让后面云平台提供你 给你的好处 来快速的进行做 这样的一个更新 或者是编译的一个测试的一个过程 快速的去应用这些 所提供的自动化能力给你 那后面比如说你这个 刚才也有提到的话 我到底这个构建的这个流水线 是怎么样子的 这个是根据大家各自的选业 比如说Jankys 对吧 比如GitaLab的Runner 它这里面也可以来跑 你的这个运行的一个 构建的一个流水线都可以 包括TechTown这些 它这些的话 实际上就是你在使用的过程 中的话都可以根据这些对应的一个技术 然后我来选择一个适合于自己的 那这个整个流水线的构建的话 其实上更大的一个目的 就是我可以缩短中间的一个 不断迭代的一个时间 把它缩短 然后这个效率去提高了 然后就是我可能就是设计好这个线路的话 我中间在构建测试的过程中的话 所有的这个出错的概率就见到最低了 对吧 这样是会比较好处的 然后帮我们去提升我们整个代码的一个质量 对吧 然后同时在这个当中更新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 来通过Vivo架构的一个方式 我们保证业务的连续性 对吧 我代码可能在做更新 我1.1 1.2不断的在更新 但是我业务是不中断的 我运营还可以根据负载 我可以做弹性伸缩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整个Developer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好处 当然这个带来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可能发布了大量的版本 对吧 我可能要做跟踪这些的话 就后面我们要去观测它 到底我是不是有存在一些 哪些需要改进的 或者是哪些需要回滚的 这个都需要在整个Pipeline里面 去设计这些流程的一个处理的方法 对吧 我们在新一代的这个应用开发的时候 比如基于应用生大量做开发上面 那开发完之后 我们可能应用部署了很多 对吧 我们中间大量的这个Vivo架构的应用 或者是Vivo 处理出来往中 大量的Vivo细利度分出来也很多 可能刚开始我们可能细利度是比较大的 微块比较大的一个细利度 那慢慢慢慢多把它拆开了 拆开了很多 这个时候你就会有 比如说好几千个好几百个 对吧 刚开始可能就几个几十个 这样可能比较小 但是你随着业务的不断的发展 你这个为服务的规模数量就会越来越大了 这个时候你在运营的时候 实际上你就会碰到我问题 我这么多的一个服务 我怎么样找到我自己的服务 对吧 然后我这些服务运行状态 运行的情况是怎么样子 你这个时候就会碰到这个问题了 对吧 那碰到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都会去想到这儿 怎么样去解决 那第二个就是碰到这个方式 我怎么样去这么多的这个 为服务架构里面 我怎么样去做这个监控 然后怎么样做这预警 什么告警通知 或者是提前做一些预测之类的 包括结合我现在云平台下面 底下的很多资源 我能不能够去说预先做判断 是吧 这是我们运营跟开发之间 我们一个对应的一个需求 对吧 那第三个点的话就是 我服务之间肯定 因为我猜了很多服务 对吧 那服务之间的依赖关系是怎么样子的 我A的服务可能依赖了 下面的123到12个服务 那12个服务 他们的状态是怎么样子的 我调用他们的时候 成功率是多少 失败率是多少 对吧 那这个时候 你要做一个统计分析 为什么那个服务 一直回来的话 别人回来是小于10毫秒 他回来就是200毫秒 这个时候你就会把他的服务 为什么有问题吗 是不是里面服务 没有谭青森说 为什么这么慢之类的 对吧 那服务之间的这个依赖关系 就影响到你的业务 对吧 那这个情况下 你可能要去看一下 那个微服务是不是 有什么样对应的问题 那看系统平台 能不能提供给你 什么样的版主 对吧 那第四个部分 就是我们不断地做DevOps 不断地频繁做代码迭代 那不断地做这个发布 一个是我们为了满足 我们这个业务需求变化的 一个过程 另外一个是什么 我们可能碰到很多bug了 bug我们要做修改 保证这个是这样 那这个时候 你也要去看 我上一个版本 跟下一个版本 中间这么多的迭代的时候 会不会存在说 我更新了一个版本 可能引发了更多 可能系统的一个问题 那平台里面 能不能把这些数据 给我抓起来 我可以做对应那些 其他行动的一个判断 对吧 还有一个我们很多这种数据过来 不同的服务过来 或者是说你也调用了第三方的一些微服务 那这些的话会拿到很多数据 比如说我现在最基础的是什么 我底层的硬件 对吧 虚拟机的跟我们的数据 包括K8S底层的一些数据 对吧 那你可能还有中间件数据库的 还有消息中间件 还有第三方调用API的一些数据 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说 我如果是一个服务 一个业务系统的话 这些整合起来 我能够快速地看这些对应的一些内容 那就比较方便 我就很方便地说 分析说我这个业务系统 跟哪些关联 然后各个关联之间的状态是什么 对吧 那这个是不是 我就需要一个这样的东西 来为我的所有的应用系统 这个开发 然后运维过程中 能提供这样的资料给你 最终就是 我们如果是运维的过程中的话 最显得是什么 除了监控这些信息 我们还要去定位到问题 最后把这个问题 精准到定位到某个地方 然后去解决问题 那这么多的 微服务 对吧 那我可能很多关联的 我怎么样去迅速地定位到它 我们只能一个一个去挖 那如果平台里面 有这些数据的话 我可能很快地去定位到 这个 存在在哪里的问题 然后呢 我可以找到对应的方法 立刻去做一个恢复 对吧 然后平均这个 发现定位的时间是 越短越好 对吧 我一下子就定位到问题 一下子我就知道说 这个地方该怎么去解决 然后赶紧去做 对应的 也跟改往做去 马上做发布跟迭代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 六个大方面 存在的一个问题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 应用不断地做开发 用的一些过程当中的话 所带来的一些挑战 对吧 那这个挑战我们怎么样去对应的一个做一个解决 或者是说实际上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解决会比较好 或者是解决我们这个对应的一个问题呢 那我们就是会引入到可观测性这个平台来做 它对应哪些能力来帮我完成这些对应的一些功能 那可观测性 对吧 我们我配了这个图就是说 我有很多服务器 有很多数据中心 我能可能去做监控 对吧 那这个监控的话 肯定是要采集对应的一些内容 就是我在 地表盘整个外面 我是看到很多数据 对吧 然后去观测 整个系统之间的一个内容 那可观测性本身的一个定义呢 它是这么定义的 实际上它就是 我大量的有外部的就是系统有很多外部的输出 对吧 输出的一些内容啊 信息啊 对吧 然后呢 通过这个外部输出的这些信息 来推断我系统本身内部 是什么样的状态 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就是大家在装修房子 对吧 装修房子可能有水电 各个管道什么之类 好了 那我现在判断 包括灯 网络 水管 可能也发生一些异常现线 对吧 那这些异常现线是什么呢 就是我灯是不亮了 对吧 我网络是不通了 对吧 那我水 打开水轮头 没水了 对吧 那这三个是一个表征 是外面的表征现线 因为最后是表现出来了 那你要推断内部到底是存在什么问题 比如灯不亮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是不是说把所有的电线都刨出来去看一下这个电线是不是有问题 水没水了 你是不是把水管都把它撬开了去看出的水管是不是存在哪一些问题 对吧 然后网络的情况是 我是不是网线去刨开去看什么 那肯定就不能这样子的 对吧 我可能是通过保险室的开放壳 我去检查一下 砸是被有条 对不对 那这样子一个东西 那水 可能是看一下水表那里面有没有对应的一个左洞或者相关的一些信息提示给你 对吧 那通过这些的话实际上就是外部表现出来的话 我就通过这个数据要知道内部到底是存在哪一些问题 水管堵住了 还是水管真正是没水啊什么之类的相关 就判断这样的问题 就观测到我整个里面的系统是不是存在哪一些问题 或者是说同时通过这个然后进行判断 所以可观测性的话就是我通过外部的所拿到的信息从而不断的去推断内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对吧 这个情况下面的话我们才知道说我内部的话有些状态我到时候要怎么样去做对那个处理 然后同时可以把各个之间的一些关联关系把它拿出来然后做一个展现 那通过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就是我平时做一些监控嘛对吧 那这个监控之间的一些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那实际上是在比如说监控我可以监控到系统能不能用啊 性能有没有问题啊 然后它所伦纳的这个系统能力是多少 这些都是我们要监控到的数据 那对于这些基础的数据的话实际上可观测性所提出来的概念 它是包含了这个监控的所有的信息 但是它提供了更多的一些内容 也就是我们可观测性是也必须有监控的这么多信息嘛 对吧 拿到这么多信息 然后但是它要拿到更多 因为在业务层面的应用系统本身的话 它要拿到更多的信念 来把这些东西包含进来 所以是可观测性是整个它的一个超级监控只是它里面的一个纸集的一个内容 就是说我还要拿到各种指标 那这种指标有什么样的一个指标 就是比如说服务数据库还会的一些信息的一些指标 然后时间对吧 对应的一些关联关系的一些时间 这些指标都是它要拿的 包括我们服务里面可能有配置了很多 定制的配置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我配置了很多 比如应用服务器之间的线程数啊 对吧 它内存啊 我是配置了一些对应的指标 那运行的时候那些指标是要跟它进行匹配的 是不是有超过 比如说我线程是50 这个时候我的并化可能是60 100 这个时候你就超过了你的所设定的50的这个指标 那这个时候它可以观测到大量的请求进来往后 你的这个线程不断的在增加 对吧 那我这里面就会预警给你说你线程可能要再调上去才可以 或者是触发 云平台本身再把这个服务再多拉一个服务出来 来应对更高的一个并化请求过 那这个是一个指标数据上面的一个关联关系 那第二个就是跟踪 我应用服务之间的话要进行创联的 很多服务架构的话就是A的服务可能掉了七八个的服务 那中间的话我要跟踪起来 包括服务仪包括数据部包括消息的对吧 那这些呢可能有些是加法开发的这边是当代的开发 这边是gold有些python那这些可能都要联合起来进行开发 有时候我们的开发可能是一个单一语言 或者单一个平台的话可能更好去做 但微服务平台架构王座就跟平台语言这种五光化了 然后更分散了 这个时候你的跟踪可能就会碰到更多的一些难度跟压力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需要把这些怎么样创起来的一个跟踪 就要把它跟踪起来 对吧 那我们还要针对于我们系统 微服务架构系统所产生的很多的日誌 那日誌里面可能我们有不断的 有些是信息的对吧 有些是警告错误的 那这些信息的话都需要拿出来展现给运维人员去看 可能在某个点它实际上是发生错误了 包括一些异常的信息 这个都拿出来 所以在整个层面上面 监控的这些数据信息 包括可观色性的 就是微服务本身的这些所拿到的信息王座 组成了整个可观色性 它需要得到的一些数据 然后最后做一个展现出来 所以之间的关系是可观色性的话 所包含的内容是更多 那实际上比如说监控本身 它是监控了现在运行时的一些状态 可观色性可能就是运行时的 然后更多的后面就是 更再提升一步的话是什么 就是我可以根据现在的一些数据 跟历史的数据做智能的预测 就今后可能会存在哪些问题 然后做预判 然后给你一些对哪个建议 就通过这些数据拿到网络 更往上一层了 可观色性上面去 往智能的运维上面去提高一层 那我们再提到的话一点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我要怎么样去自动的去发现 我们的服务之间的一些关联关系 那我们的需求就会在那个目的了 我们现在构建的系统从主机 容器中间件上面的 Cuburnator集群 然后上面为服务之间 对吧 那每个组件 它就是我要通过这个来发现 对吧 发现完之后呢 我才会说这个服务之间的关联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那你能不能够平台能不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 失去的一个能力 对吧 我从底层一两串过来 你最终的服务的话 我就可以帮你去拿到这些对应的这个发现 服务之间的一些关系 然后尽可能的 我是不需要做这个配置的更改 或者是什么代码修改 但是我就可以拿到这些服务之间对应的一些关系 包括你对技术架构的一些监控 然后拿到的数据编排那些数据 那你可能就是尽可能的就不会去影响它 我现有的可能性能在跑 但是我可以动态的去拿到这些配置 动态的拿起这些信息 然后我可以自动的发现所有的服务 然后把这个监控信息组装起来 然后呈现给最终的这个院夫 或者最终的这个运维的管理人员 把我开放了 所以它需要持续的一个过程 然后把持续的这个变化数据都拿起来 然后把这个自动化的监控关联起来 然后呢 它需要拿到的一个请求是怎么样子的呢 我用会请求过来 我中间对它来讲的话 里面的系统运行是黑核的 但是呢 我所有的这些数据过来的话 你的可观测性平台的话 应该是说 每个用户请求过来的话 我是都可以拿到这些的一些数据 每个请求过来 然后每个请求在不同的服务之间 它所耗用的这个时间是多少 对吧 那这个时间的话就是 我要拿出来 然后你每个服务调用的一些关系 然后达到是多少 对吧 有没有出现错误 访问的时间是多少 然后对各自的那个服务的关联关系什么 就会都拿下来 而且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我们可能会碰到比较多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定点采验 比如说我每一分钟采验一些数据 对吧 然后每 每个数据之间 我可能就采了多少 比如说十个 里面我就采一个 或者采摩两个三个 那如果是说 对整个可观测性平台来讲的话 实际上它是要求是说 我把所有的这个采验信息都拿到 这个时候 它对所有的信息经营 所有的经营关联分析的话 它最后展现给愿妇的话 因为内容的话 是比较全的一个数据 所以是自动去追溯 我们怨妇所有的一个请求 所有的调用关系 而不是抽验的一些关系 就是百分百的覆盖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 比如说A怨妇可能过来 他这个请求可能正常的 然后你采验的时候 采到A是正常的 好了有个B怨妇过来 可能刚好B怨妇过来 所有的这个请求过来的话 刚好它是有问题的 这个时候你没采验到的话 你实际上就是错漏了一些问题了 所以为什么是说要百分百覆盖 它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它把所有的数据都采下来了 那你做监控的时候 做分析的时候 就不会遗漏掉这个问题 这个记录的话 就是我们在前面也会简直说 我平台的话 最好是说 我没有去更改配置 没有去更改你的应用代码的时候 能够把你的这个所有运行的过程都会追踪下来 所以在运行动态的这个整个微服架构环境下面来的话 我们可以需要完整的去跟踪所有的 然后记录所有的这个微服务间调用的关系变化 这种就是每一条的一个信息 我们都需要完整的把它采集下来 对应跟踪掉每一个请求 但是不改代码 比如说我跟踪你的交往的话 是不是要改你的交往代码 跟踪你的Python的 跟踪你的这个Ruby的 Node.js的这个地方的话 我如果对你的所有的系统里面 我可能还要去嵌入去改这个代码的话 那实际上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些困扰的吧 肯定要通过框架 通过一些对应的一个技术来完成这样子 我这个系统在跑 但是呢我不需要说 对你的系统进行更改的时候 我就可以收集你所有的一个记录过来 所以第一个是说 我是百分百的把你所有的这个请求都收集了 不会错落 这样子的话就 最终还溃出来的信息是会比较准确的 比较正常的 不会错落掉一条信息 有错的你没跟踪到 没错的你跟踪到了 那实际上效果不是很大 对吧 那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很快的速度 请求相当于完全正常的这些数据的话 我们肯定是采集到了 那我们更多情况下就是 系统于异常的这些东西我要采集到 然后我要对这个异常进行处理的 这个才是我们可能要去跟踪的话 定位的一些问题 那根本是在这个层面上面 那我们看到了就是 我们需要跟踪很多所有的这个请求 包括请求之间的一些关系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看到 第一个我没有去线路所有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所有的所有的这个平台的东西的话呢 它怎么办呢 它系统里面的 顿态的把这个上下游之间的一些关系 把它逻辑关系把它理下来 对吧 我A的服务掉到B的B的服务掉到数据库的数据库 又掉到了其他第三方的API 那这个中间上下游的一些关系的话 你它把它理顺下来 这个时候的话理顺下来往走 人家就可以看到 我从请求进来往走一直到哪个地方 我一直可以跟踪下来 就相当于我们在做整个挖掘一样的 对吧 我可能在 我一个请求进来 看到整个从路口的请求可能是30分钟 30秒 30秒或者是说超过了3秒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肯定要一直往下挖 那挖的话 你要有上下温跟一个连接的关系的话 你才能往下挖 比如说你挖到数据库那边 返回的是2.5秒 对吧 那占很多 那你可能觉得数据库的瓶颈 是不是有哪里有瓶颈 你要数据库那边去看 数据库的这个有发现锁什么之类相关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就是平台去帮你做上下温的分析 分析完之后 给你看 我的对应的点在哪个地方 然后对你去解决 然后对应的话 哪个点 你可以进行在深入挖掘下去 那这个自动依赖的一个关系的话 就是每个组件实际上都会有 对于哪个调研关系 对吧 逻辑上面有分组关系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怎么样去自动的把这些依赖关系 把它组合在一起 然后做成一个图形的一个方式 对吧 那我们运温的人员去看的话就更好 那持续的这些 收集到这个数据的话 它实际上是会根据这个请求 对应的一个关系的话 然后自动的把它进行归类 然后自动的把请求的线路 帮你绘画出来 这样子 你再分析这一条 请求进来的话 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一个请求通道 都把它收集过来 然后达到我们这样子去实施监控的一个目的 然后看来 异常的 我异常要怎么样迅速分析 那异常的这个点在哪个地方 我迅速的进行去解决 那当然我们在 因为有这么多的服务调言的一些关系的话 那平台里面可能就是你看到的 我就是所有的这个请求过来 但有些可能跟你是无关的 你自动的去把这些无关的 可能去把它拿掉 我可以 同时我也可以定义 我所关注的试图 我可能关注的是 应用系统里面的某一部分 比如说我这个银行的这个交易系统 那我教育就专门关注 这个交易系统是更高优先级的 而且一些什么 比如说财务理财建议的 优先级比较低的 对吧 那查询自己个人用户信息的 那这些是比较低的一些 这个对应的服务的一个请求 那我可能更关注的 我就关注在这个 用户交易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上面来 那我就 看一下我用户交易的 所有的整个相关的是哪些 然后对应的一些关联关系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其他的我就不去关注 因为这个才是重点对吧 然后你可以定制这样的一个视图来看一下 我这个地方 是怎么样子的 那整个业务的一个系统里面 关联的哪些关系 在哪个点上面可能存在问题 比如说我们图里面 比如说 有个地方发生了这个 过来是500的一个错误 比如说加瓦应用服务器 对吧 我们为了500的应用错误 那这个错误的话 他就 看一下占比是多少 看一下这个时间多少 刚好是9点 上班高分时间 发生错误 或者是下午 比如说连点上班高分期的时间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去重点去看说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会发生错误 那其他的时间点没有发生错误 是不是由于服务器上面的负载量过大 什么相关的 然后它对应的你可以进行 深入的挖掘进去 其他跟无关的你就刚好就错开 所以根据这个时间段 你可以选到自己的很多的一些 对应那个信息 那刚才我们上面讲到的第四个就是 当你在做应用发布的过程当中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说 我1.1到1.2版本的时候 可能有大量的这些错误 对吧 或者是延迟的一些事故发生 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 我通过这个失去集成的时候 版本不断迭代发布的话 对我一路系统是有影响的 那这个情况下 你就要注意说 我是不是需要回滚 是不是需要做这些东西 你因为有了这些数据 网组就会提供给你判断 对吧 我们没有数据的话 我们做更多的一些判断的话 就是无从下手 对吧 我1.1升到1.2 我就升级上去就可以了 但你发现后面不断不断 有问题的话 可能引入了某一些bug 某些问题之类的 那你可能就要迅速做判断 说这回滚回来 就是下一步的更改往后 再上升到一个 1.3的一个版本上面去 这个时候监控平台 可观测这个平台里面 带来的这个数据收集 因为它可以跟你前面的 一个均对比 前面比如说1.2版本下来 我的错误率 或者是延迟率 什么之类是很低 或者甚至是零 对吧 好 你上了一个新版本下来 好了 500的错误可能占了1% 4004的错误可能 又发生了这0.5% 对吧 还有所有的延迟 300毫秒的 怎么这么多 占了10%以上 原来就是多数100毫秒以下 这个时候你看 我是不是上了这个新版本 往后有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我是不是进行快速的回滚 或者是定位这些问题往后 我去修改往后 然后再重新发布 看哪个对你的速度是更快 然后我做下一步的一个决策 那由这些对比的历史数据 对比数据完之后 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一个选择 或者更多的一些操作 而且基于数据 基于所提供出来的这些 比较完整的一个内容的话 你所做出来的后续的一个动作 就比较科学的一个方式来走 那到后面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 比如前面有一些这样的问题的话 实际上我们要深入到最终去发现 它的根源是什么 对吧 我监控了一些数据了 对吧 有很多实施的一些优素据进来了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 我会构建出来这些动态的一些试图 依赖关系 健康的一些指标 然后包括你的配置对比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然后会给你还馈回来 你到底在哪个地方有问题 警告什么之类的 告警 当然系统内部 你要需要设施一些告警给你 比如当我这个超时率 超过百分之一的话 我要做告警 当我内存 比如实际上某一些 百分八十以上的一个 一个缓慢过程的话 我可能要做一些警告相关的 是吧 或者是说超过多少的话 我是不是说扩展 这样的一些策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分析根源的话就是 我迅速的收集到这些 我三秒钟之内 可以把这些数据收集下来 并把绘图绘出来 然后并缩小在这个范围之内 给你告警 你迅速进行下探 不断的下探 可以下探到 我到底在哪个地方 包括比如对战 都可以 把它简直出来 这个是一个有问题的地方 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话 就是你通过数据完之后呢 迅速的定位到问题 然后不断的往下转 转到最终出现问题的地方 然后我们快速的进行 这个开发定位 去做一个对应那个解决 这个是我们最终找到根源的一个目的 就是找到根源来进行解决 那解决完之后再去迭代 然后再去看一下 系统是不是正常的运行的一个过程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追溯的一些数据 完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从应用寻求里面的数据仓库里面 去建立一些新的一些分析 分析之后 我们这个没有抽样的一些数据 然后通过这个数据的话 我们去看一下 到底我们所有的这个过程 包括时间 哪些时间 我到时候要去看一下 我付出的时间是多少 然后我检测到的时间是多少 通过这些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EU系统的运行的一个健康 完整的一个过程 包括如果你有经过说 我这个数据到时候 有没有可能未来历史 能不能运行人正常 对吧 那也比这些数据的话 通过这么多采集到的数据 我们可以做一些 对应的一些 下一对应的一个判断 然后你可以选择 对应的一个时间段 比如说我从昨天到今天 那这个时间段之内的话 我对这个数据做这个分析 存在哪些问题 实际上对于企业级的一个可观测信平台的话 实际上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 六个问题 对吧 那对应呢 实际上它是需要通过这个方式来解决的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有大量的这个服务 那我要自动去发现 然后今天这个监控 然后自动去监控数据 然后我自动的把它可能原来的这种配置的信息 我拿过来 对吧 那最后它运行时状态的信息拿过来 所以它是包括两部分 自动发现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自动发现我所有的这些采源到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你底下的从硬件开始 对吧 讯息开始 然后你的整个轮期应平台的一些对应的信息开始 那对应的这些信息的话 它以你的配置信息 对吧 它可以拿过来 然后呢 你运行时的状态的信息拿过来 那这两个的话 是形成了一个自动发现的过程 但中间的话可能不需要做更改 或者是说不需要做任何的一些代码修改 可能做一些简单的配置 为了更周全的拿一些数据 对吧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我们本身可以通过定制化的试图 或者是默认一些试图 来看整个的未服务之间的一些关系 那看板上面可以看到很多一些告警 很多环卫的这个业务 是不是有对那些错误 包括超时什么相关的 包括你所好的这个CPU内存的资源的一些状况 对吧 那第三个就是关联关系之间的 就是上下文依赖关系 各个服务之间的依赖关系 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包括我们业务平台 在不断的版本迭代更新的过程中的话 发布一个新版本 部署一个新版本 这个时候能不能得到一个及时的一个环馈 然后及时的对比上下版本之间的一个存在 运维中间是不是有不同 或是存在问题 那我们全面的进行分析解决 你问题的话 我要怎么应对 给你一个对应的 采取一个行动的一个数据上面的一个呈现 我有数据了 我对应的做行动就好了 所以后面的话就是说 我碰到问题的话 它帮你把整个数据收集完之后回来 那提供了最专注的一个点 然后你通过这个点不断挖掘下去 说这个有问题存在在哪里 那我这个问题的话 我就可以对应的解决 所以它从自动化线 然后包括服务之间的编排 超联关系都帮你做起来 最后有这么多的数据完之后 它可以做所有的一个 下面的一个行动的话 给你提供参考 那因为它在整个可网上这个平台的话 是百分之百的收集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完之后 你可以根据时间段来分析 根据时间段来预测说 我今后可能要做哪些行动 就有了数据的依据 你可以做很多的后面的 后续的一些动作 达到了一个比如说 能够智能的上面 上面的一些 运维的管理的一个方式 慢慢 因为只有这些数据给你了 然后你就可以更多的 做一些运维上面的一些操作 那这里面我讲一个事例 大概是说我们在GTV应用本身 这个全链路上面监控的话 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那比如说我们从基础设施层开始 那实际上就一层一层往这样走 对吧 我们应用服务器本身的话 Java或者JavaE应用服务器在运行 你离不开整个底层的一个系统资源 第一个我应用基础设施 我可以知道说我所在的这台 它的应用本身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你都需要知道 对吧 我设备在哪个地方 应用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服务器上面去 然后服务器的芯片 那些东西你其实都可以拿到 对应的 我真正要完整的往下去探这些信息的话 第一呢 系统的可装上的平台就把这些数据都拿出来了 那应用基础设施完之后 再上一层就是我这个节点里面某一个信息 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虚拟机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是一个物理机一个容器方式 那这个都是可以拿到这个节点 比如说无节点 或者是说你虚拟机 这上面那是装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虚拟机 对吧 CPU 内核 内存力量率 内存网络 超市系统本身 这些信息也可以拿过来 所以是一层一层往下走 那这样走完之后呢 你在上面去跑了 应用服务器的话就是整个GDK了 对吧 GOM的这个进程了 那GOM就是可以涉及到 比如说你本身的配置 内存了 拿去回收了 对吧 那这些信息都可以在上面去拿到 包括垃圾回收本身的一个 绿子信息都可以拿出来 而且是可以对比的 就是从前面也拿了 后面 逐步的所有的信息都拿到 那在虚拟机是上完之后 实际上就是GOM的应用服务器 GOM应用服务器涉及到的 就会比较多了 比如说你的容器的一个 现成时的这个大小 最大多少 最小多少 然后单线是多少 对吧 然后你Web的本身请求 这个Session的个数是多少 然后GOM部署上面的 这个应用包的大小 个数啊什么这些是多少 包括你里面可以更深入的去挖 就是说你到底部署了 多个Web服务 对吧 那Web服务可能还掉了 中间还部署了连接词啊 数据库连接词相关的 那信求一些对应的一些数据 都会从这里都拿到这些信息 然后是不是有成功的 是不是有行为500的 这些对应的信息都会拿到下来 那再往之后就是 我这个服务上面 跟别的服务上面是 对应的调缘关系 对吧 因为有很多我跟外面关联 跟数据库关联 对吧 还有Q化数据库 对吧 那这些的话 服务链路之间关系的话 我要把这个逐渐之间的 电源关系 我也要把它梳理出来 然后它会生成这个图 就是一个错谱的一个图的结果 然后通过图形的方式来展现出来 那最终就是 我如果有异常 或者是我跟踪到 我这个时间发挥比较长的话 我可以点进到某个服务 一直跟踪到 最后面函数调缘的一个对象关系 就是现在Jawa的Jawa call 就是现成信息 Thread就到了内存的一个信息 就定位到代码的函 哪一个函 那后面我会讲一下 代码函在哪个地方 做一个示例的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一层一层关系下来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示例就讲到 我无论从应用设施 服务节点 虚拟机 Jawa E 然后服务器 服务之间的一个链路 最后我们可能有问题的 对于追赞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那我举个示例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就会展示出来 我可能对应的有很多服务的资源 那这个监控的话 就是其实它是 不挑你任何的一个基础设施的 我可能有EIS 尤其其他的一些内容 对吧 那各个方面的话 都会有碰到这些对应的一些问题 那我这些数据的话 都在这里上面 我完整的去收集下来 无论你是什么超级系统 然后什么样的一个框架结构 容器运营平台 传统的虚拟机 或者是什么 IBMJ的这个机器 都可以把它这些数据采集过来 然后同时呢 可以根据你的这个容器的方式 或者是说CPU的型号 什么之类的进行分类 我就底层的 我就可以了解的比较清楚 把这些数据都拿过来 像是一个比较直观 或者是分类的这种方式的话 来看一下底层的一些架构 这些方式 来完整的去看一下 我的系统里面到底会 有哪一些资源可用 或者是说 之间的关联关系 可能会存在哪些问题 比如说这些那个系统 我设计的系统 可能就是 纯粹的交往E1的一个应用 没有任何数据库 没有任何的MQ的系统 只有这个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说 我这个系统的关注点是在哪里 就是关注点在JDK 跟交往E1之间 跟服务之间 对吧 就这四个部分就好了 所以这个是从技术架构层面上面 我们可以大致看到 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个层面 那比如说从容器层面 那就看一下容器是怎么样子的 一堆的这个容器 然后是怎么样子对应服务 而且每个容器 你可以点进去 一直往下摊 那另外就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在某一台机器上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这个对应的 总体的信息 包括CPU内存 负载 以及对应的 相关的一些信息内容 包括单个CPU的实验情况 包括所有的概览性的一些内容 包括里面可能还包含了 哪些服务 KPS部署的服务 什么之类相关的 那这些信息的话 实际上就可以大致地去看 我这台机器上面 比如说CPU的负载 可能就百分之二三十 觉得是比较正常的 内存也就看到百分之四十五十 那实际上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下面 对吧 但你可能又看到CPU百分之八十 内存百分之八十 这个时候 除了系统要告紧管车 你自己也要看 这个负载肯定是不行的 肯定一定要多增加物理的 这个机器 我的顺利机来应对 这个所有的这个 用户的那个应用的请求 那另外一个就是 不断地往下走的话 就是要把各自服务之间的 一些关联关系 你会列出来 就平台上面 你可以提供出来 这样对应的一些关系 对吧 那把各自服务之间的 一些关联关系的话 通过图形化的方式 然后把它列出来 当然实时性的话 因为这个是 拿了一个静态的一个图 所以如果动态的话 它还会中间有那个点点点 比如说一个服务 跟另外一个服务之间的 关联关系的调研关系 箭头发现 表示它之间的依赖性 跟关联关系的一个方式 这样子就会比较直观 而且你可以搜索 可以过滤掉这种对应的内容 那还可以说 根据某一些请求的一个组件 然后对应的 请求组件之间的一些关联关系 包括它可能存在这个延迟 或者是成功率的百分比是多少 比如请求了多少次 那在这个里面呢 它所耗的这个服务的时间是多少 那成功率是多少 如果有碰到问题的话 那这个碰到问题是 多少次掉样导致这个问题 然后它的时间是多少 它会通过这种正常的一个流的一个关系 然后把这些数据展现出来 你可能就会比较方便的去看一下 我掉样的关系是怎么样子 可能等待的时间是什么 还有一些错误的一些情况 来跟你去关联关系 还包括你可以分析上下文 对应的一个掉样的一些关系 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方便的 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掉样的关系 包括所耗的时间快速的把它理出来 这个是再切入到 比如说在微服务之间的话 我多少次的一个掉用 那我掉用的一个错误 可能是多少 百分比是多少 比如说如果我有404的一些错误的话 那可能就是有大量的一些错误 可能会列出来 你通过这个再往下去下探 然后看到对应的是什么 包括我这个平均协议的时间 延时的时间是多少 如果延时比较多的话 你可以去看我的延时时间比较多的 那部分是在哪里 那快速的往下去走 我看到的对应的是在哪一个部分 现在时间比较多 然后这个是一个事例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不断下探往之后 可以跟踪到 所谓是Java的这个代码 那代码上面存在哪一行 第二是时间比较多 就可以一直往下撞 这个是一个事例的代码 然后你不断 真实的一个环境里面的话 就是可以定位到某一个对应的地方 然后这个时间可能比较长的 或者是发生异常的 直接可以定位到这个对应的代码里面来 方便的我们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直接分析这个代码 对吧 比如说我可能是代码里面是黑核 但这个代码里面的话 就通过这种可观测平台的话 就可以快速的把你代码 直接把你从前这个对站 把你拉出来 拉出来往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对应的 是存在哪些问题 从这个微服务本身的 这个平台上面来讲 或者是我们部署大量的微服务 实际上对我们本身来讲的话 就从我们资源到应用到交易 这个整个的一个自动化 发现的一个过程 自动跟踪的过程 实际上我们可以归纳为 两个一个场景 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 变成三个 就我们之前的 就是说我发生这个 在做这个平台之前 或者是性能发生问题之前 对吧 我们能做一些性能管理 对应用人员来讲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 我们可以快速的发现 跟定位可能存在的问题 对吧 然后把这个平均检测的时间 去间谍 平均修护的时间去间谍 对吧 这个是最关键 那开发人员的话 就是要了解这个 对应那个指标 有没有新版本 发布带来的问题 对吧 或者是说这个版本 在运行过程中 会存在什么问题 那我们可以 把这个微服务 全面的去观察 然后提升本身 我们这个应用服务的 这个质量 把提高 那对在适中 或者是后续的 就是说 我更多的情况下 实际上是采集了 这么多一个数据的话 那我要展现这么多的 上加文挂量关系 给运营人员 可视化的去展现出来 那他很快的可以知道 各个组件之间的话 有什么样对应的 挂量关系 对吧 那哪些有问题 哪些是存在的 这个延迟的比较多 对吧 他也可以去快速的 去定位这些问题 来协助开发人员 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今后实际上 就是后面的 就是我们采集了很多数据的话 就是为了去预测 我可能这个系统 在运行过程中的话 额会会存在一些问题 那我预测 提前去做一些动作 提前做一些这个 前面的 比如说你资源也好 代码的资源也好 之类的 因为根据你所有的请求 过来往之后 它有个趋势 根据这些趋势的数据 你可能有很多各种 不一样的一些算法 来可能要模拟出来说 可能会存在问题 那我提前去做一些预计 然后提前做 采取一些动作 让这个可能发生的问题 直接就消灭掉 这个时间是我们 最终我们运维跟开发 想做的一个目的 就是这样子 我们提前把这些 可能碰到的问题 提前消灭掉 不会在后面 生产环境下面出现 所以就是要求我们 这个可观众的平台的话 就有这样的一个目的 就是把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话 全面进行监控 全占的 然后速度又比较快的 因为可以智能的 就把这些所发生的问题 把它创联起来 然后最终有问题的话 快速的帮你定位下来 你可以很方便的运维 跟开发来源进行 找到根源进行解决 那我们讲一下这个 我们探讨一下传统的 就是监控软件 跟可观众平台的一些对比 传统软件本身来讲的话 可能我们监控的话 就是会安装部署上面 可能就会比较复杂 以及对代码对配置的侵入性 还有就是可视化能力上面 有些有限 比如说他要申请这些看板 然后关联关系 创联起来这些的话 可能就会有困难 包括可能需要开发者 去做一些开发 对吧 然后历史数据的 监控的一些数据 可能也没有做一些创联的关系 对吧 然后本身的话 是比较静态的一些体系结构 没有去动态的 去把这些服务关联起来 那用户体验上面 可能会稍微弱一点 那实际上对于可观测平台的话 它实际上就要要求更高 就是说我一个客户章的话 可能会做一次部署完整 我就可以监控到 所有这个平台上面 或者这台虚极上面 所有的一个 所观测的所有的服务的能力 那完整的 端到端的整个跟踪能力 就串联起来 并不是说 我就查看数据库 就去查看中间间 对吧 没有了 我要很多业务之间是多个 业务之间关联关系的 我要把这个端到端的 跟踪能力用起来 那对于运维的人来讲的话 就是不会去干预这个系统 我尽量少了一个配置 然后就可以了 或者不配置 默认就可以把这些数据抓过来 那还有一个就是全链的 整个链路的一个数据 跟踪下来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动态的一些分析 这个对应的一个内容查看 然后去增加这个用户的 一个体验感 因为现在我们的UI 整个设计技术上面 越来越发达了 大家对UI操作上面的 一些要求更高了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东西比较丰富了 大家吃的这个嘴更雕了 所以要需要更好的一些内容 去提供给院父 那最后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讨论的话 就是我们自动的发现 自动跟踪这些问题 来识别这些东西的话 实际上就为了 有人工智能的一些能力 来分析我们的这个问题 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点 然后消灭在萌芽的状态 提前预知 那裁员这些能力的话 实际上就是为了把这些 运行词的状态 可视化管理 对吧 然后来监控复杂的一个应用 跟软件服务 当然这里面一个要求就是 我们无论在公有员 私有员 或者本地部署 所有的这些环境下面 都能够有这种能力 就刚才讲的 混合运状态下面 来观测所有的东西 那对于这个平台来讲的话 就会提供这样一个 更前的一个要求 不仅仅是说 微服务 那还有传统的部署的话 你也要拿到这些 对应的数据 然后进行分析 把这个关联创起来 然后解决我们 这个可观测的一个能力 我们可观测平台 本身的六大核心能力 就再试解一下 这个对应的 就是对于任何 我们一个可观测平台 那我们必须具有 这六个能力 来为我们 赋予服务的架构上面 或者是传统 所有的这个复杂的 这个IT统合架构的能力 上面作为一个 观测的一个过程 然后把它展现 给我们的运维者 跟开发者 那我回顾一下 我的内容就 从这四个部分 给大家进行分享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做一些探谈 谢谢大家 因为接下来 我就想代表小伙伴 去问一些问题了 第一个就是 在你去做很多的 一些Zawa的项目的时候 有什么东西你认为是最重要的 因为现在我们都在去 迁移到云圆生 迁移到我们所谓的 这种多云的服务 你觉得哪一块 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 比较难的 实际上存在有两个层面 就是说最终去定位 它的这个根因 比如说我可能 最终运行的这个EO系统 那EO系统可能有 很多个关联的一个点 那个关联的点我们可能 我们外面的表现 可能就是我这个请求过来 就比较慢 那这个大家要慢的话 就是要分析底下那么多东西的话 要去分析 那这个时候就会比较 头痛的话就在这里 为什么我进这个系统 然后发生比较慢 那大家从各个点上面去分析 比如应用服务器分析 GDK本身的 是不是有垃圾回收问题的 还有第三万 比如说数据库关联的 那这些的话就是关联起来的话 大家会觉得 GDK应用服务本身在这个 就会给我们带来的 比较大的一个难点 就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 一个平台给你 那迅速的把各个点上面的 数据采集到了 这个时候我们分析起来 就比较简单 还有了这个数据 对吧 那有这个数据往后 我就知道说在这个数据层面上 我就做最终的一个解决 那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 我一个系统进来 有大量的用户往回说 就是页面上面告诉你 这个发生错误 那这个错误 其实比较简单的话 和客观测评平台里面拿到了 就是看到有大量 请求过来是404的 对吧 那实际上很简单 这个页面就不存在了 那可能就是这个版本 你在发布的时候 可能把对应的某个链接 所暴露的这些东西 是不存在的 你把它暴露出来 那用户要造谈 要还外这个链接 那存在这个问题 那客观测评平台一看 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文件不存在 好 另外一个就是 比如说用户进来说 大量的一个超时的一个嫌疑 那这个时候超时 后面平台里面 是不是可以抓到 最底下的交往堆栈里面 看说这个超时是300毫秒 那我们有了这个数据 往时候开发者或运维者 就知道说 我在这个地方 重点去解决这个交往代码的一个问题 对吧 还有一个比如说是 后台出现错误了 比如说5005 这样的一个错误 那平台上面收集到 因为是全链收集了 他把这些全链收集的数据 直接就展现给你 那你一下子就可以缩小到这个时间段 然后这个时间段一拉出来是说 对应的是哪些请求 然后哪一路请求过来 代码在哪里 不断的玩家撞完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个问题缩小往做针对性的进行解决 所以交往开发可能难点的就是说 你在做疑难问题去解决的时候 如果是单点 就是我这个没有跟其他关联的话 你可能比较简单 但是如果是跟其他很多一些关联关系起来的话 你可能就会比较复杂 就会一步步下探出来玩之后 那有平台来做这些数据收集玩之后 给你的信息玩之后 你的下探能力就更强了 更快的去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 在传统行业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用户 像余老师刚才提到的 渣瓦衣衣都一直在用 但是你会发现 就是现在包括今天我们讲Sprint 这些框架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轻 那这个时候企业肯定会去考虑说 把原有的渣瓦衣的框架 会不会去做Sprint的迁移 渣老师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故事吗 这个就是要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 渣瓦衣在远先开发的时候 我们可能大量知道 就是最早期的 可能有大量的EJB的这个层面 那后来就是发展一个层面的话 就是Sprint这个框架出来 就把EJB这个比较重的框架把它替代掉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层面 就是我们可能大量的JavaE 这个EJB就是把这个EJB去掉 变Sprint这个框架 来去完成我们所有的JavaE上面的一个开发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 第二个层面就是 我们因为大量的Java上面的开发 很多就是开发完之后 我们也是Web的开发 我们都是部署在应用服务器上面 对吧 那应用服务器上面 大家会觉得传统的 比如Weblogical,WebSphere,Jbosch 这些的 那有个轻的就是容器的话 比如Tunkhead 是吧 那很多情况下就是 有时候把传统的这些应用服务器 比较重的 他可能说我比较重 我是用轻的 那就又延续下来的话 就是现在是以Sprint boot为架构的一个方式 然后它的那个核心是比较小的 来暴露出来 Java这个Web的一个应用 那Sprint boot 然后里面内置的 比如是Tunkhead的这个引擎 或者其他的这些引擎 那这个的话就他会 为什么会得到更好的一个技术上发展 或者是大家会比较乐中去用它呢 就是他可以更好的去做很多的单元测试 集成测试 对吧 如果比如说有很多 我们原来传统的应用的话 很多去做集成测试 然后应用服务器上面去做这个测试 所耗费的时间会长 那他所提倡的话就是更加轻炼级 更加轻炼级往这上面去发展 当然另外一个层面上面的话 就是也有可能就是大家可能继续说 我应用服务器 商业应用服务器 对吧 然后我直接用开源的技术 可能也有一个成本上面的考虑 所以会有两个方面来考虑 一个是技术层面本身的一个考虑 还有一个就是预算跟经济成本上面的考虑 两个方向 那在企业级往上面去走的话 很多实际上是会两条线并行 就是因为企业那个传统的行业 或者是说做这个开发的时候 它迭代了就是沉淀了很多应用 那这个应用的话 不断在往上走或者更新的时候 就特别是在更新换代的时候 不是说引入一些新技术的时候 他就会看到 我这个引进去的这个新技术 能不能提高一些生产力之类的 那他一般会两条线走路 我有一个版本可能是在传统上面走 然后另外一个版本 可能在慢慢新链级的上面 慢慢去靠 我觉得这个验证过去 是不是比较靠谱 靠谱我就把它移过来 然后一个迭代的一个过程 就混合架构形式下面 不断的往上走 那从技术层面上面来走的话 实际上大家就会看到 我们用新的一些版本 用新的一些框架 给它带来的一些生产力的提升的话 大家还是比较乐意的 那谢谢余老师 那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的是 包括我上午去问了那个 怎么看待微软跟Zawa的这种联系 越来越紧密了 包括说它可能作为云解决方案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在你看来 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余老师 最后一个问题 好的 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微软在所有的开发的 IDE这个层面上面 就是能力是相当强的 而且就是在使用 就用户体验各方面 是相当强的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路口点 就是说在开发层面 对吧 那我们大量的一些开发者 实际上就是要用一个开发工具 来快速提升我们的这个开发效率 对吧 那第二个层面就是 Jawa本身在企业级应用这个层面上面 它的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 对吧 20多年的这个发展了 那在企业本身这个市场上面 包括互联网开发层面上 就Jawa这个语言上面的选择 包括框架 包括各种层面上面的一些工具也好 实际上它的使用链是最广的 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 对吧 那欧卵本身在这个IDE这上面的优势 用上去完之后 再加上这个Jawa大链的一个市场份额存在的话 实际上为开发者是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开发平台 或者开发工具 这个是相当好的 那第二个层面就是在上 奥特河收购完之后呢 在大量的就是把JDK这些 把它open出来 就变成openJDK 是吧 那实际上就是对社区或者对企业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驱动 前面我也在讲的就是 有出来 那IBM有把IBM连G9的一个虚拟机 供兼出来叫openJDK 然后都是在openJDK这个框架下面 那实际上的话这两种的这个JVM的一个技术 都是在一直在往前走 对吧 然后现在发展的一个阶段 就是把这些开源出来 让开发者可以上面去做贡献 然后去使用 然后同时 其实微软在上面的话 就是在openJDK上面 它变成了一个贡献的一个力量 来推动整个Jawa往前的一个发展 实际上对开发者生态 或者是整个企业应用上面来讲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吧 就是商业跟开源 那实际上并不冲突 我商业公司可以供兼出来开源 比如IBM它把原来这个Jawa的开发工具 供兼出来像Eclipse对吧 那微软实际上现在也有这个社区版的版本 当然就是所有的这些供兼出来往做 大家会在这个开源的这个框架上面往做 它再去开发更多附加值的东西对吧 比如说我有企业版的对吧 我提供更前的能力给开发者 那其实就是我基本的功能有 我普通的开发者在用对吧 我对于企业来讲的话 我就购买这个企业版的对吧 企业版有更多的功能 然后对应的服务给开发者 对应服务给企业来提供这个生产能力 所以说开发者的面对的 就是商业的跟开源的实际上是 相互相成了一个迭代的一个过程 就是商业公司在开源里面 可能也拿了很多这种 比较好的一些创意点 然后不断的迭代这个产品 那商业公司在这个迭代的过程中的话 又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产品 给开发者来使用 提供了更好的给企业这些任务来使用 然后不断的去成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微软在这个层面上的一个投入贡献 我觉得对开发者对企业都是比较好的一个过程 然后不断的去促进整个开发工具 或者整个生态点的一个发展 好的 谢谢余老师 余老师给我的分享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因为它是从行业的角度 从解决方案的角度去把一些内容说得非常的明白 我上次请余老师是去年 好像也是差不多9月头 然后我希望余老师也是能够经常来 我知道你很忙 所以真的是想延续 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说每年就见余老师一次 希望我们几个月就见你一次 或者是有什么想分享的都可以再联系我 我们在Vieta或者是不同的频道上面去分享 那接下来就想先跟余老师说再见先 因为我觉得到时候我们肯定还会有很多的 更多的一些格作 余老师谢谢了 这次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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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